欢迎回来 日前在圣塔巴巴拉电影节中 画界之狼导演马丁·史克西斯 和里奥纳多·迪卡皮欧 获搬了电影先锋奖 两位巨星的蒂灵 让现场影迷疯狂 马丁·史克西斯 以下车受到影迷热情欢迎 影迷追着亲民和与他握手 接着到来的是 里奥纳多·迪卡皮欧 一到现场影迷尖叫破表 他也亲切地 为苦苦守候的影迷们签名 华尔街巨人描述乔登·贝尔福 这位80年代纽约长岛的股票经济 26岁时就赚到数千万美元的财富 年纪轻轻呼风欢迎华尔街 90年代初因一起大规模 有家证券诈欺案中 而入狱20个月 里奥纳多·迪卡皮欧 在片中的精湛演出 也让他夺得金酒奖影帝 对李奥纳多·迪卡皮欧来说 能和大导演合作 真是梦想成真 我记得我十五岁 希望我能够在那里 和他们一起 现在已经五岁了 所以这非常重要的 片中主角对金钱 毒品女人 所有的诱惑都妥协了 导演也希望透过片中 呈现那段时代的堕落 这也是他指导 最有挑战的电影 华尔街巨狼制作人艾玛 刚刚从台湾宣传电影回来 他表示在纽约拍摄这部片 挑战十足 马丁·史克希斯和李奥纳多·迪卡皮欧 手中握着圣塔巴巴拉电影节 所颁发的电影先锋奖 他俩同时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 最佳影片和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他们会不会爆造奥斯卡小惊人呢 人们拭目以待 新唐人记者舒香兰 廖真怡 圣塔巴巴拉采访报道